蘇明明賣房聽導演翁 夫妻鬥嘴三十年 喂 導演想到哪去啦 曾指導過油麻菜子的導演萬人 睽違十二年的電影車拼 將在十一月七號上映 老婆蘇明明不僅賣房 籌錢當出品人 還在電影中嘎一腳喔 欸 等等 不知道誰是蘇明明嗎 阿婆你知道 七八婆妳是誰啦 就是她啦 很沒有沒有 五十歲歲的蘇明明 十八零年代當紅玉女喔 問你爸爸媽媽就知道啦 她和導演萬人結婚生子後 改演出媽媽角色 欸 這部妳應該就看過了吧 小聲一點 小雨在聽音樂 她三十年前 拍油麻菜子認識萬人 兩人不來店 直到一九八五年 在高雄舉辦金馬獎 講這個 反正 大家晚上都喝很多了嘛 第二天早上 他們大家都坐會去走了 他也都坐會去走了 我從台北打個電話到會談 說他有一雙鞋子忘記帶 叫我幫他帶回來啦 就叫我們 有三喊 所以妳們結婚 對 今天先去那一方式 對 就很好 兩人相識相愛三十年耶 個性卻是大不同 你媽媽看什麼整個衣服 會用個頭髮對不對 他射手座我雙魚座 所以兩個互相丟 最近看那個頭 最近喔 不然幫我弄頭髮 剛剛嗎 做幾年 老男人最在意的就是 土娘 你們是無心的 但是我們 親自的就有意啊 我說這兩個星座 可以維持三十年 真的不簡單 欸 竟然聊到星座 那天氣浪漫的雙魚座老公 是怎麼贏得 射手座老婆的芳心咧 威尼斯湖 有一個銀展 我們去那裡 結果我們在那裡待一段時間 他的鞋子好便宜喔 我買了十幾雙 十五雙 重點是什麼 我跟你講 沒有一雙可以穿 所以就送人 沒有 送我妹妹 最好玩的是什麼 最好玩的是 華耀先生在旁邊 可不可以兩雙給我 蘋果人來 他沒有 太大人來 不倒